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东 我们知道上海开户以来 大量的传教师伴随着 宗教把西方的教育文化一起带来上来 那么这其中有个叫 施约瑟的美国人 他当年是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 创始人间校长 据说当年有一天 他来到了长宁的苏州河这边 然后看到这边的风光非常的优美 所以他决定筹款 买下土地准备办一所大学 那么这个大学就是圣约翰大学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华镇 学校建成不久的 他又将碑文和文记两所女中合并 在1881年成立了圣玛丽亚书院 那么这个书院的首任校长 是为中国女性名字叫黄素和 大概是在1914年的时候 因为学生增多 校舍不够 校方决定将圣玛丽亚书院 牵制离华镇不远的白丽南路 也就是现在的长宁 莱福市广场附近 然后1923年的新的圣玛丽亚书院建成 给他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 圣玛丽亚女中 解放以后 圣玛丽亚女中和中西女中一起合并 组成了上海13女中 然后再到后面 在圣玛丽亚女中的原址建立了 我们也一起去听一听 好吧 那就出发 我看他就是 他就是正牌 嗯嗯嗯 你知道吧 嗯 反正 那么就是 儿子嘛 就是 就生 不生一样 就生一样 就生一样 不是上海 反正就不吊 真吗 嗯 他就不贵 那种人 像那个 比如说 妈妈妈 就是一个时候 一个教会 有变多动物的 嗯 那么搞开地方 就等下来了 等下来 就直接 国家了 国家了 我在上海 就骂他了 骂他了 一笔墙只在有个九九九个鸡子 老实说你可是我当局对于刚才九位的鸡子 哪个年白 我当时这些都是一八八分 最著名的宋师三姐妹 对啊 就是那个多四 嗯嗯 还有张艾琳 张艾琳那个多四 嗯 为什么十三女中我说是 这马里亚女中 嗯 十三女中我说是中西女中 嗯 嗯 女路高等我马上把门吃喝 这就少费了 我的大狗 嗯 你只要有老赵就是三马 刚小啊 嗯 骁啊个女子 可这其实老赵就是中西女中啊 嗯 其实这些女中的前生就是中西女中 中西女中 中西女中 生妈女中 啊病啊 啊病啊 别人一个主体是一中西女中 中西女中 知道了吧 圣马里亚女骁就是那个大个位子 里面呢 里面有几个建筑 我就好进去跑了 嗯 嗯 嗯 有长廊的 它是每幢楼里面都有狼的 嗯 嗯 就是这个回廊 长廊 嗯 这个房子呢 后面做辛苦 带着一九只女 一个对 修旧 修旧 修旧如旧 对吧 嗯 嗯 嗯 中楼 中楼 我们修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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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比较长 就像是那些鬼那离西村啊离啥吧 嗯嗯嗯 这个就是中楼 是什么 圣马里亚女校里面最早的一个什么 就是最高的一个建筑 嗯 都是原貌 就是哪种 有讨论四个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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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中楼里面 中楼 哎呦 其实你没了这种 这因为正密的吧 才会过云 嗯嗯 就是像 呃 呃 基督教的中 怎么是 对吧 其实就是老说 老说有九郎呀 嗯嗯 哦 可是这中楼 那这个地儿 对吧 他走着 过去 可以 啊 他走着 发生了 点火 好 的 是 人 老 大 老 这个是什么? 卖好了,卖好了 里面就一窍 嗯 鸡蛋老虫 那我感觉等一下 山内不是鸡骨 山内是鸡骨 山内是鸡骨 那就是鸡骨 啊 这就是鸡骨 这就鸡骨 那个是鸡骨 这个就是鸡骨 这个就是鸡骨 所以李香啊 挪回她的简直就是什么 就是 在同一个这个 时过近迁 圣玛丽亚女忠 曾留下张爱玲中学的时光 她的小说 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 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发布的 于庆堂 张时中夫人张凤林 和已故的金举名家李世纪等 都曾在这里度过了最好的时光 百年之前在此学习的他们 或许不会想到 他们的校园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能够融入新兴的商圈 时尚的氛围 也不失为一种较为妥善的结局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